2023年已经过了大半时间 而传奇泰拳王波球 Biwako Benchamak却不断传来比赛消息 据目前统计他已经确定了5场比赛 而且将在4个月内参加其中4场 其中2场比赛是在泰国曼谷加南龙拳场进行 一场是在BKFC裸拳比赛中 和花招拳王善猜Sanchai对决 另外他还有在中国比赛的计划 41岁的波球曾经获得过两次K比1World Max冠军 虽然已经过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但他仍然是泰拳的标志性人物 去年7月在柬埔寨一场职业比赛中 他战胜白俄罗斯的拳手瓦拉茨 8月波球在加南龙拳场举行表演赛中 KO了日本选手三浦肖泰 9月波球在BKFC裸拳比赛中 KO土耳其拳手瓦罗尔 到目前为止他今年只打过一场比赛 在Resolution 42期的比赛中 占平日本明星踢拳选手 前K比1WGP 超轻量级冠军鬼武士安保刘辉野 11月4日 粉丝们期待已久的BKFC裸拳比赛中 波球将迎战另一位传奇泰拳王善猜 众所周知两人的关系极为密切 网络上流传了众多两人在一起吃饭玩闹的视频 不久前两人还被拍到一起踢足球 这让大家都以为两人的BKFC裸拳比赛会是一场表演赛 另外波球还将于9月9日和12月2日 在曼谷为RWS泰拳锦标赛尔战 9月波球有可能在中国与王延龙进行较量 据悉这场比赛将是一场踢拳规则的比赛 此外 波球也在明年迎来职业生涯最受瞩目的比赛 对阵前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亚洲驱逐建曼尼比帕奎奥 这场跨界大战已经敲定 日记将于2024年1月上演 比赛按照拳击规则举行 7月21日召开了首次发布会进行了宣传 这场对阵传奇人物帕奎奥的跨界大战肯定有助于提升波球的国际形象 他以前从未参加过拳击比赛 但估计他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经验肯定会比韩国总统府保镖DKU打低更好 也会给帕奎奥带来更多的麻烦 很多中国拳迷用越来越妖来形容波球如今的竞技状态 而且这样的比赛频率也确实非常令人惊讶 但是其实从对战安保刘慧也的比赛也能看出 他的竞技水平不可避免的再下降 能够与帕奎奥对战当然对波球来说是他征战世界赛场多年所积累名气的红利 但我想更多拳迷还是更愿意看到他参加到ONE冠军赛的比赛中 因为如今的ONE踢拳与量级才真正代表着波球所在级别战力格斗的最高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明晚波球也将带队来谎 参加勉宁国际格斗冠军赛这场比赛也将有诸多看点 比赛详情及直播地址 请前往今日格斗迷微信二条内容查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录